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,如今的城市到处都是高楼林立,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,我们也要关注环境的变化,为了有个良好的生存环境,很多地方都在搞绿化,不论是城市还是高速路,绿化带随处可见,感觉没有绿化带,这个城市就不完整一样,那你知道绿化带的作用吗? 为什么我国随处可见的绿化带在欧洲一些国家却几乎没有?它们不需要吗? 今天我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,为什么我们国家很重视绿化带的建设呢? 首先,绿化带可以分隔交通,使车辆按一定交织方式行驶,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,具有安全功能 其次绿化带具有美化城市的作用,消除司机视觉上的疲劳,种植桥木绿化带还可以改变道路的空间尺度,使道路空间具有良好的宽高比 此外,还有净化环境作用,能制沉,减弱噪声,吸收有害气体,释放氧气 从一定的角度讲,还可以阻挡快车道和慢车道间的灰尘扩散 在环境保护方面,首先是增加了绿化覆盖率 其次,低矮灌木和一些桥木可以通过光合作用,来净化空气,同时降低噪音 还有绿化带可以降低公路的温度变化,可以防止暴晒,风吹雨淋等因素,使其寿命延长 绿化带的好处这么多,为什么外国很少建呢? 比如说,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,其经济发展都要比中国要早,城市规划也是比较久远 欧洲很多城堡都是靠着山建立的,有的也会建立在半山腰上 它们的马路比较窄,没有绿化用地,但是它们城市的绿化覆盖比较广 每家都会在周围种些树,森林覆盖面积都也比较大 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当地的气候不适合植被的持续生长,人们更喜欢在自己家里养花种草 还有一点,大概就是我们的观念不同 欧洲人建设了许多森林公园,人们大多在公园里散步运动 我国现在正处于发展中,自然吸取了很多经验,所以充分利用了前车之鉴以保护我们的环境 对此,大家有什么看法吗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,希望您能喜欢我的内容,感谢你的支持 您的关注和点赞是对我最好的鼓励